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从所有场外投票的观众中抽取幸运观众 有一份礼物送给大家 祝你好运啊 好 首先我们通过一部短片 来认识今晚出场的第一位选手 我叫王雅柯 是唱歌的一命响吞一声 平常没事我也让我的饼刃去含量嗓子 因为长心正让他们神心愉悦 有了好的心情 他们才会终于要健康 来啦 好 我這個鍛安靜想 我 I hope it is 闖長 我我 快說 我 踏敷開 舒服 阿綜樓 我 CTIVE 我的 乱 吐 我 停 我 白 yn 饭什么许多哇青瓶 饭饭ุ会发辱 饭馆子有落 再多吃饭 饭饭碟我有化验 饭饭肠 饭巾 我忘了 八十五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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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开场 就是第一炮打得特别像 高抗击扬 这样先跟现场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 我叫欧雅柯 我发现一个问题 您这一唱的时候 善门咔哒了这一说话 跟毛似的那个声音 你嗓音可以再洪亮一点 开始 大家好 我想王雅诚 不容 不容 你这声音还消 你这不能跟毛叫声 你知道吧 你这把声音放出来 再来 预备 走 这给我们职业有关系 就算谈部不断有大声说话 哦对 我忘了 你是个大夫 一个男生很温柔是有原因的 因为是一名医生 这个平时看病忙不忙 忙 就是很忙 就忙到什么份上 从早上到晚上吧 一直就没有休息事件 每天都这样 也没有节假日 最多的时候有几百个人 几百个病人啊 那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那你这一天能赚不少钱 你发呀 没有 平常他们去遭砍病 都是三块两块钱 那样肝脑发烧了 拉肚子了 都是几块钱都烧了 所以说到这儿 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王大夫 在他们村有一个绰号 叫什么 叫王三快 就所以说真的挣不了多少钱 那我想问一下 我刚才听你唱戏唱得很好 就你如果平时你这么忙的话 你什么时候练戏啊 我都白天砍病晚上唱戏 现了每次了连连帮覆唱唱戏 这次唯一的业余层合 其他的没有 病人在的时候 你不会也给他们唱戏啊 也有啊 有时间他们热烧的时间了 有了老太太 他们喜欢听 就说 眼科你给唱一段吧 我就给他们唱一段 结果一唱 他心情都好了 病很快都好了 大妈啪啪针一巴 小伙子不用数眼了 好了 我想问一下 王大夫你这么忙 你平时有时间回家吗 没有 一年 除了大年初一 就除了大年初一回国家 其他时间很少回家 那你会不会觉得 很愧对家人呢 他们都很理解 都很理解 因为 毕竟是为老百姓服务 这个职业很包上 而且 至始至终让我听得都很感动 一直是大年初一才能休息一天 虽然是医生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唐派的演唱啊 我觉得他的风格是这样的 大奔嗓的唱法二本音的位置 它的那个有五度 高度 亮度 厚度 宽度 圆度 今天您的演唱呢 我觉得前面那个头一嗓 鼻子还挺亮的 这跟你的职业是不是有关系 唱着唱着突然就觉得声音慢慢的 有的越来越收了 而且有的位置已经换了 尤其是这个杨家 阿 阿的音 还有字头字尾要归在一起 不能杨家 变成哀了 另外呢 这个大逻辑里比较多 就是 大哥 耳哥 就是后边带一种螺音 那个不舒服 另外呢 稍微改变一下 你的这个土字 医生 不是医生 时时代代 不是时时代代 你的都成了尖音了 以后注意你的尖音和团音 非常好 我是觉得他这一上来 我是首先说 对于观众来说 这耳音听着以后 就非常的亲切 非常的震撼 咱们诚诚也说 就没想到这么一个 小个子一个小伙子 出来声音 堂上这么大 是吧 他的声音还是非常舒服的 他音色很亮丽 尤其是说 咱又不是专门学这个的 他业余爱好 就是个医生 那一下我这个期望值 就一下又更高了 中国的医生啊 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 有人统计过 就是我们正常的 三甲医院的医生 一天的门诊量 相当于我们 比方说一些欧美国家 大夫将近半年的门诊量 这就是中国大夫 面对的现状 更何况 我们工作在乡村的 这样的医生 最基层的我们的这项大夫 他们应该 刚才说了 为什么是叫他王三块 三块钱两块钱 我就能把这拉肚子治好了 我这血压就能降下来了 另外一个他也确实是 看病诊断的快 治愈的快 听唱戏还愉快 这也是王三块 没关系 是不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 我觉得特别特别敬佩你们 这些工作在基层一线的 各行各业的精英们 有大夫 有教师 也有我们戏曲文艺工作者 常年在农村 在一线 为老百姓送去欢笑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应该是 这些人群当中一个 劫撤代表 向你致敬 好吗 谢谢这位老师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现场的观众 会给你多少支持率 来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请 表战 请 表战 黄亚说 385票 我是李明燕 今年我六岁了 家里人都叫我 大头乖乖 可是我觉得我比大头儿子还要宋明多了 我已经上小学了 我们学校又大又漂亮 我们学校老师不仅能教我们读书 还能教我们画画 我们学校音乐老师不仅能教我们唱歌 还能教我们唱戏 不信我唱给你们听听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拿笑心 脸上来 一会儿 三号 数一会儿 其他呐 展示个冰庆 三号 我要让 张冰和我们 我呢 脫不脫不脫 还 Yu pog地 rokuha 我醉了 我这样 啥子啊 给的 这个呢 你怎么去 TOMAND 啊 我终了 啊 啊 可久没有 咋面啊 啊啊啊 看一看 我小姐真白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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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谢谢来自河南省实验小学的李宁艳 小朋友你好你好 你是来自实验小学 我也是来自河南省实验小学 咱们俩是校友你知道吧 我印象当中啊 长这么大最后一次 佩戴红领巾 就是在河南省实验小学 是因为我们河南省 开展的戏曲进校园活动 对不对 而且那天在启动仪式的现场 看到了很多的你的小伙伴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合唱团 我听说这个合唱团今天也来到现场 要为你助阵加油 是不是啊 是 我们一起把他们请出来好不好 好的 欢迎我们合唱团的同学们 还有老师 上一次呢我们戏曲进校园 来到河南省实验小学 其实现场的这样一种气氛 给我的感觉是感动和震撼 原来对戏曲不是太了解 现在戏曲专家继学校以后 学生通过看他们的表演 看他们的扮相 现在喜欢上了这个戏曲 有时候呢还会唱几段 等一会儿期待着我们学生精彩的表演 同学们要送给大家一个精彩的节目 这个节目其实我在实验小学看到过 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把一篇课文 三年级语文课本的第一课 改编了一下 让我们荡起双脚 改编成了戏歌对吧 三位评委老师 如果说融入一些戏曲的元素 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风味 这样从马兰老师先来好不好 让我们荡上架 让我们荡起过了 一二一片片 一二一片片片 同学们 怎么样 马兰老师改编的好不好 掌声响起来啊 对不对 我们听听周伟评委的 这个歌曲的唱作背景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应该是说的是 我们在北海公园 白塔下 是吧 我是觉得 所以我的理解 如果这个要跟戏曲有关系 应该是精味的 精味的 因为它发现在北京嘛 没错 北京的小朋友们 你看十一国庆节的时候 三三两两 老师们带着 在北海公园游玩 这应该是有精味的 让我们荡起双净 小船推还不浪 这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你说我突然一唱 我昏直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真的真的 我也有 我也有 有一种什么情境啊 真的有 真的有 就是海龟 你们想象一下 就是龟国的 龟国的华侨 老华侨 已经八十多岁了 在寻找儿时和小伙伴们 在北海公园那个影子 白发苍苍 鹤发铜圆 拄着拐杖 面对着北海这片水面 唱起了这句 让我们荡起双净 刚才我们那个周老师 是比较精味深沉的 如果是这样唱的 让我们哪样海 哪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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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荡起双净 这还是一个联系 刚才那个 龟国华侨的老爷爷 和孙儿一起逛的这公园 龟国华侨 那接下来这样好不好 所有的同学们 他们有一个自己版本的 让我们荡起双净 我们来看一看 他们怎么来解读 这个歌曲 融入了戏曲的元素以后 怎么来演绎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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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面早饮着北海堂 自由花来绕着不出风向 小船儿清净飘躺在水中 一天吹来流浪上滴满 让我们当心 当心双脚 小船儿退开 退开坐廊 海面早饮着北海堂 自卖换的海堂 没收到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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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船儿清净飘躺在水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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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吹来船 Zor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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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це я був 谢谢 谢谢 谢谢可爱的同学们 真的特别羡慕他们 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 在校园里面很难接触到戏曲 只有长大了以后 走上了林元春的主持岗位 才开始接触戏曲 现在的这些孩子不一样 我们的戏曲进校园 不仅仅是走进小学 而且中学 大学 我们会选择很多 适合他们的戏曲唱段 我们的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会走到他们中间去 为他们做精彩的表演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羡慕你们 9月8号 我们学会宣传部 启动了一个戏曲进校园活动 而把这个启动仪式 就放在我们试验小学 我当时参加这个活动 我觉得很震撼 因为当时让我去讲解 这些戏曲知识 仅仅是两分多钟 这些可爱的孩子 马上就掌握 而且在下边的 我就说了两遍 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不管是生诞 静默丑 这几个行当 跟他们讲的时候 马上就理解 我一直就特别特别地赞赏 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 要从娃娃抓起 要给孩子们 在从小的学习空间 要创造这样的土壤和环境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民族艺术 才可以延绵不断地传承下去 另外一个 多从小接触我们中华民族的戏曲 曲艺 包括书法 国画 包括我们的服装 比如说这些个戏装 形头 包括我们的长衫 旗袍等等 这种中华民族的元素 从小让他们都在这种怀恶当中生长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根 一个源 我赞赏你们 也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们和艺术家们 继续把这个戏曲进校园这个工程 我们继续做大 做强 做完美 谢谢 这个小姑娘啊 真是很漂亮 你看你今天穿的衣服也很漂亮 我就看见你 我就觉得 你就像一颗戏曲的种子 撒在了一片小栗苗土地上 等待你发芽长大 你今天表现也不错 非常大 在接下来这样好不好 要打分了 打分之前啊 让所有的现场的爷爷奶奶 叔叔阿姨感受到 咱们河南省实验小学的气势 好不好 一 二 三 李明燕 加油 李明燕 加油 来 各位 请打分 好的 现场的观众 为你明燕 打了366分 我叫郭慧玄 来自河南铺杨 要说今天才长戏啊 咱俩那十里把词 我算是孝顺兵器 词里边拿着个人老词 都会叫我过去唱两段 李明燕的舞台 是我层上的最大的舞台 今天我要以我最好的状态 踩出最好的称极 柳慧玄 我带日吧 历了北京吧 到南京走马上人 到南京走马上人 走啥也唱吧呀 啊 戒指为我召唤 才是点兵啊 有炸了功建肺 交个一风呀 耳朵也穿枝把我占宝本多魁 可是十大秦 十大秦官 把本包 才本包六三修 我性命 死罪绕绕绕绕绕 我最难连 他命我 他命我查几座难经 我再次量啥叫 船将领斩 成了碗 进天庭 一路上公门要公南 莫要绕碗 靠百姓 听我领 我有山 不听我领 温斩兴 日马虎 呃 虎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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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郭今天唱的是 玉东老调啊 真假声结合高打低 唱的是古朴苍劲 台下我就发现 周伟评委 听的是津津有味 因为我通过 李源春啊 我结识了很多 我们河南地方的 这个曲种 这玉东老调太好听了 它特别有韵味 而且我也发现 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 李源春的舞台上啊 来了很多 这个 唱玉东老调的 这样的选手 虽然叫老 老调 但是都是年轻的小伙子 而且特别时尚 特别漂亮 你像这个孙祥雨啊 董华盖啊 一个个 他都是浓眉大眼的 都是很阳光的 大男孩的感觉 但是一张嘴呢 又很地道那种老圈 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李源春舞台 一个特点 我就打断一下 周伟评委了 您今天只说对了一半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在李源春的舞台上 欲动了调 唱得好的 绝不仅仅是帅哥 比如我身边的这位小郭 小 小郭不是帅哥 哎 那你心看 他叫郭慧娟 一般叫娟啊 样啊 缝啊的 他都很有可能是姑娘啊 哇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不就是小伙子吗 这就是小伙子 我跟你说 他说话 要从说话 他比诚诚像男的 这大伙还不相信是吧 这样来 郭慧娟 你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郭慧娟 赖子扑样 一样啊 我挺样啊 我是女孩 今年26岁 还是男还是生 这大姐 大姐刚刚你说啥 我再问问来 大姐都演技都跟我瞪起来了 你说这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她说她是女的 我听说是男的 您觉得是男的还是女的 可能是男的 不过是听得像他们 这不能怪周伙平 也不能怪大伙啊 因为你看这个小郭啊 他不仅这个外形 是个假小子 他声音还很憨 我们就很好奇啊 小郭 你就一直都把自己打扮成 这种男孩子的形象吗 原来帮过辫子 挺漂亮的 哎呀天呐 怕热量人啊 不感觉是 感觉是他女朋友 你知道吗 小郭是女朋友 那我们就得问问慧娟 就什么情况啊 把头发剪成了这个男孩头 把自己打扮成个假小子 13年我也是来郑州 参加一个新秘擂胎赛 马上该上场了 突然邻居打电话说 娟儿你回来吧 请不吝点赞 这一年 这个推 固执儿还做着不劳待劲 干嘛 身体也不好 骚子把油改甲走了 那家里一家老小 就前抗你了 是啊 我就想着 咋子能养活这一家子 咋子能养活孩子 可作难 当时看见哥他那 所以呢 我就像小男孩一样 尖了个端法 一定要承起这个甲 做一个定量柱子把孩子养大 我们经常看啊 谁说女子不如男 但是要真正做到这一点 得做多大的难呢 要重新撑起这个甲 这个蛋就落在了慧娟 在那个姑娘的肩膀上 真正难为你了 这些年你都靠什么养家 就处于烟厨 不管是欠夺欠烧 不管是多烟物都取 哪怕能给孩子挣到一块钱 我心里都可知足 有时候 好几百里 两天一晚上就挣200块钱 挣200块钱我都感觉可知足 孩子的那一分钱也有了 也能给孩子买一件新衣服穿着 真的慧娟 我觉得今天你真的可以在我们 黎元春的舞台上 骄傲的唱一嗓子 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而难 慧娟唱起来 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而难 好 慧娟 慧娟一生年26岁了 我们说女大当婚 在你们村里 像你这个年纪的姑娘们 很多都已经做妈妈了吧 你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吗 原来也介绍过几个 所以就是我这个形象嘛 还有家里负担比较重 也没有走到一块 现在吧 也不想考虑这个事 也没有这个事件考虑事 就是想着赶紧把孩子 就是一样大 她能给爸妈 这个榜望做点事 能赶点货 让爸妈见年负担 就这就知足了 理解你慧娟 理解你啊 因缘吧 还是要靠缘分 但是有时候吧 你还得自己主动创造点机会 你看像你这样 生活中打扮的是个假小子 舞台上你又唱的是升卷 别人连你是个女孩子都不知道 那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我突然间就有一个想法慧娟 今天就在我们林元春的舞台上 你给我们唱一段淡卷戏好不好 会唱吗 就唱两句吧 接男人家唱这个 考虎 红娘吧 小红娘啊 来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慧娟好不好 未来烈奥 才小路我黄粮啊 我的小天眼眼眼眼了 你没理解小哥的意思 刚才说了 说咱一直是唱淡诀 平时生活中像男孩子 唱声诀 想让你唱个淡诀呢 让更多的人了解 咱就是个女儿身 你好有机会 你刚才虽然唱 你嗓子可以 咱们我感觉是老像男孩反串 他这个形体动作 他还是男人的感觉 他应该他是 他应该是很羞涩的 你能不能学的呀 哎呦我的娘啊 我的婚人发麻 怎么会发麻 你看周伟评委 在李渊春演淡诀一诀 还有两位呢 就是淡诀老师 您教我们几个动作好不好 教你几个动作 这是你天生的应该有的 他忘了时间长 他忘了 就是这么乖乖的 一个小小乖巧的 一个小红娘啊 这个上秀楼 一个眼神 我去到书房 到书房干嘛去请张先生 对 有那个魅气 就那个魅 那个脸上的感觉 再来一遍好不好 我们带上动作来一点啊 来 开始 要找那女孩的感觉 你现在就要去主角 放开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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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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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 去看了神城的眼睛 夜路上 把心里探过眼睛 去看了 每年都去看了 好 他 上半身还差不多 下半身还是个男的 最后最后的一位好家 我就奇的怪 我就不信焦不愧 这个 他这么一 这确实是女孩 我就奇的怪了 为什么就这么 你再来一个老师 你看看女孩应该怎么走 你女人吗 你女孩吗 妙龄少女吗 就是个红娘 就花你眼神 眼神她都得灵动 哎呀小姐来了 老夫人来了 哎呀小帅 你看她 你来试试一试试 来试试 您这道好家 这干什么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来感受 准备三二一走 好 好吃吗 小哥你看 周围我发现了 他骨子里边 他已经他回不去了 这个小 他最后亮相呢 他亮相 咋整啊 这个红娘就只能你演啊 他就只能演张生啊 演张生 我想问一个私密话题 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啊 周老师 您的手远点好不好 他不是那 我都以为他是那类啊 所以说呀 我忘了啊 我忘了啊 这可是全国的播出啊 你忘了 我忘了 我就感觉像 提醒的太及时了 我就感觉像自己兄弟一感觉 又来了 又来了 这个容易误会的 你比如说 你要真是这样子 你要是到卫生间啊 到更衣室啊 没有人误会吗 没有人 啊 出去 没有吗 有过没有 有过 有过 那你咋争呢 我一般时候 我都看着没人我再进去 小哥的用意良苦 用心良苦 就希望你能够通过这个平台 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 我们会交二十个女孩子 又这么有担当 所以说能有更多的年轻的男生 能够喜欢上你 能够了解你 你也早日成家 你也有一个小宝宝 和你一个小侄子一起长大 这才是对哥哥最好的一种回报 你说呢 明白的意思了吗 明白 谢谢周老师 也录点畅透吧 那我先下去了啊 好 惠君那份爱 那份担当啊 感染了我们现场的评委和观众 大家都想来帮你啊 希望你拥有美好的人生 虽然今天我们这红娘的动作 学了三遍 她还是有点生硬 但是今天真的我觉得惠君是你人生一个美好的开始 我们特别开心啊 在李渊春的舞台上认识这么一个美好的姑娘 我们大家都祝福并相信 你应该拥有属于你自己美好的人生 我们把祝福的掌声送给惠君 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台上的我们这位 心底善良有孝心又有担当的好姑娘郭慧娟来打分了 请大家做好准备 请打分 加油加油 加油 郭慧娟398分 我叫张树兰 是00县的一名农民 我从小就来长喜 但是家里有钱原因 我们能修成 这么多年我心里总是惦记着这个事 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登上了燕春 今天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简直跟做梦一样 我一定要好好唱 希望大家喜欢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翻天翻天 长远说人帮几世 今山说若回河 明天推算赛 苏花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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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誓走 海誓斋 此誓著彩 兩隻船 此誓著彩 兩隻船 倫著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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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書嵐演繹魏書嵐的效果果然是不一般 你看 我可見到你了 怎麼講 老翔 我光過電視上見到你 這一刻我真的見到你了 你說那家是哪兒的 老翔 那家是零零仙的 我的祖籍商丘零零 老翔見老翔 亮眼淚汪汪 老翔 老翔好 老翔 這好吃咧 老翔來了不孔著手咧 這就對了 呆啥好吃咧 這宁零仙的大手力 我們宁零仙的特產 金鼎蟹花蘇梨是吧 這個 這大老遠的這麼多 看到了吧 這梨這麼大個 給評委每人一個 看好了 好吃 好吃 是 特別甜 今年60歲了 來說一說看 你是怎麼上 喜歡上唱戲的 我呀 我從小就來唱戲 開心的時候我就唱 有了翻面的時候 我也要唱 我聽說這個戲曲 不光是給你帶來了歡樂 而且還給你帶來了甜蜜 帶來了幸福 給你帶來了好姻緣 我婆家給娘家是一個村的 我公公是拿頭把線 我娘爹是拿耳把線 就是我們領這個宣傳隊的 他就給我們抽合抽合 就抽合在一塊兒 你這強強聯手啊 你們村的戲曲被你們家給壟斷了 這是 是 大姐特別樸實 真特別樸實 一上台就能感覺出來 另外一個我是覺得唱得也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反正作為我來說我挺滿足的 今天雖然是比賽啊 但是大姐我覺得 不管輸與贏 不管能否晉級能否成功 我們今天展示的這一招 我覺得已經就可以了 我也特別想提醒一下 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們 現場的觀眾朋友們啊 不管是拿到離的還是沒拿到離的 不管是吃上的還是沒吃上的 我覺得還是用一句我們這個 你這個角色當中一句話 我要提醒觀眾們 下決心支持她 張淑嵐 謝謝 她一上場了 感覺就有魏淑嵐的勁兒 她生活中我想也是這樣的 能看出來這個面相非常的善良 而且唱腔的也非常的沉穩 唱得非常好 就是從聲音裡邊有聽出 有一點點是緊張了 肯定是緊張了 如果不緊張會更好更好 現在已經非常好 我有點這個小的提議 剛才我們這個周老師啊 周薇老師說 這個非常好 想支持我們這個張淑嵐 為了給我們張淑嵐同志拉票 是不是請我們周薇老師和 馬蘭老師兩位同志上台 把那個魏淑嵐 你不是下決心要拿下張淑嵐的 是魏淑嵐的 這樣咱為了拉票 我沒想要拿下 我沒拿下 我沒有下決心 觀眾朋友們咱們說 周薇老師和馬蘭兩位同志演藝曲 演藝曲 演什麼 喉船提琴 喉船提琴 對啊 來的掌聲 想不想看各位 來的掌聲 掌聲不夠熱烈 要不要看 哎呀 你看你看 你大哥你好啊 你好你好 哎呀 這老哥鬧得挺亮的 你看 啊 我相信你年輕時候跟我一樣的 頭髮也很茂密啊 嘩嘩 哎呀 從小買折磨 煞豆景一廣 搖問我是誰 後拳就是我 說妹 轉眼虎 掛服都喜歡我 嘿嘿嘿嘿嘿嘿 你看你別小 你別小這我的轉眼 你你不行你看我今天我咋提著妹 哎 我還不慢你說 我提一個撐一個 我說一個撐一個 啥 你還真敢問 說不撐咋子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說不撐咧 就算是說不撐 那就當沒說唄 嘿嘿嘿嘿嘿 我倒了 我上上安慰家去 哎呀 有人沒有 這個 數了 哎 數了 哎呀 表哥你可來了 我都快急死了 耶 呀你這一次沒拿東西啊 我 沒事沒事 你是盼你格的還是盼著我拿東西啊 我的意思是下一次再拿 下一次 總下一次再那 рай 表哥你進來吧 我進 呀你這夾個啥都沒有啊 先站著吧 兩個坐地都沒有嗎 有等會在坐先站著吧 總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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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柱子的事兒啊 那个我让你说没 你说了没有啊 我是谁呀 我能不说呀 我说一个成一个 我说一个成一个 哎呀太好了飙哥 你说的是谁呀 哎呀我跟你说啊 这个说这个女孩 那个太好了 嗯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知道有个丽怨纯吗 知道那会不知道 丽怨纯有个主持人叫胖笑格 你知道吗 你说的是她 哎呦哎呦哎呦 我这娘刚忘了笑我心脏啊 我一说人家胖笑格还真原意 啊真原意 原意了当然原意了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条件有点高 倒是不多三个条件吧 哎你说你说 需要那家弄点菜类啊 首先说要多远的别数 还有月夜车 嘴后有点加速器 你看你重不重啊 小哥说的 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 明天就可以扳过来住 你还被说 还真对上条件的呢 你还真有啊 我跟你说 你看看这三点大蛙放 别数吧 哎不你没听命没呀 你三点大蛙放算啥别数 都远别数 有远啊 哪有远啊 你看门口那竹卷 哎 竹卷你还算远啊 也竹卷 那叫远嘛 你说哥咋过来 真在在竹卷里竹卷 你只管跟你说有远不说吗 你可真能整理着 那又月夜车呢 月夜车有 嗯 你看 刚才那电动摩托 嗯 那不是月夜车吗 这也算啊 那竹子一天到晚 他撒业的跑 那不是月夜车吗 也也就冬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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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人家家族七爷有没有啊 家族七爷 啊 这我那不尊 表哥 我那扁狂算不算家族七爷 你 你真能对付你 你扁狂还算是家族七爷 哎呀 我给你说啊 不帅啊 人家笑哥 人家打应这门琴是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你说你家那个柱子 长得跟官方是这么难看 你说你说 你这 你咋整啊 你说 我也拿了味的 你说你 你这张人一要样有样 要个有个 你咋生出这么个哈啊 啊 那个皮肤黑的呀 跟非洲人一样 那个笑脸摘的呀 一根眼圈都当住了 你这 你这你 你咋说 表表哥 别说了 暖户不开替拿户 那都生出来了 你让我咋办 那你咋做呀 你这小哥人 你说这三个条件 哎 表哥可是为了你家相啊 啊 表哥可是为了柱子照相啊 有啥办法呢 姐你没用 我给你出条路 你敢不敢走啊 你敢不敢走 为了孩子 灾难 倒上我还 啥路都得走 真嘞 嗯 好 你可以再加一次 你疯了吧 你啥疯了呀 你这不是为了凑菜粒吗 那我也不能 你你再加一次 你先把菜粒给挣回来 然后再给柱子再送出去 不配本的买满啊 咋样 我跟你说一个 我 你你先请请 是谁你中不中 中你说是谁吧 我跟你说一个啊 啊 李怨纯还有个叫秤秤的 你知道不 秤秤 那个小孩种不种 种不种 嗯 他他他他太年轻了 不是 你看我这你 太年轻了 太年轻了 年轻人家通意就不错了 人秤秤说了 人家就喜欢我这标美味说了 我刚才人给假人杀都用 月夜起车 啊别说 最近开了个饭店 正在缓出十 然后人家族器也可以粉一把 你要通意的 这主的这个猜利他圈圈负责了 你说种不种种不种呢 你种不种呢 啊 秤秤你秤秤把你一驱 其实我可想种 我可想种 但是他还是太年轻 你要说是他 爸爸还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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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这真实 你咋不明白呗 你不明白 你现在这是为了啥 呃不着急不着急 还没说成了 你你几种啥 你几种啥 哈哈哈哈 你一块几种 你你你你你太年轻了 你啊 你你也不要着急 你不要着急 还没说成了 你你想想一想你想 主的这个事 这小哥儿叫蔡莉 你没用 你我给你吹销 我鲁尼说你种不种啊 你三个挑战你咋办呐 不是不是 啊 我我你别让我好好想想 李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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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看小哥 要蔡莉 对呀 秤秤弄厨是吧 对呀 耶 那他俩不整好 你看看他 哎对呀 对呀 你看我这紧费的 找这一大圈 又什么 后圈后圈 我成了绕圈了我 你小哥要蔡莉 人秤秤又欠 可以对蔡莉 我给他俩说 你都说不就种了吧 你也是 你也是 再咋看呢 再咋看呢 真啥 你不对啊 那按柱子咋弄的呀 不是 那张家按柱 我我我 你你太捞我可假不动你 我跟你说 那算了 我说你了 我给柱子那说声 我给他说什么了 来 七一月如董放了 呀 好谢谢 谢谢 这个官校过后 那接下来 咱认认真真地来为魏淑兰 张淑兰打大分 大家做好准备 起打分 好 张淑兰大姐观众给出的分数是324分 我是纪圆圆 今年七岁了 我家是周口的 来王兴典艺术学校已经学习了三年了 我们学校有好多大哥哥大姐姐都很优秀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这里的老师们教会了我很多的东西 也让我觉得学习戏曲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今天来到李远春 我就是想看看我到底棒不棒 我们 inadept 不要聪明 身上 连执 这心 啊 啊 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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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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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打猎十一岁 今年呢 今年十七岁了 我说什么看他好像特别眼熟 那会儿还小 还有吗 来 再看下一个 佳俊 你那时候打猎多大了 我那次打猎是八岁 八岁 现在呢 现在我十五岁 我说几两句话 你现在比那会儿长得漂亮多了 那时候圆圆的 对 还有吗 他两个在缩小 重重满年 来 举手 哎呦 哎呦 赵毅多 长这么高了呢 哇塞 当年啊 赵毅多是我们驴园春舞台上 最帅的小拴板 现在也是最帅的 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赵毅多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十五了 我今年十五了 那时候呢 那个时候好像是九岁吧 八九岁 真是越来越帅气啊 来 下一位来 我听到你我有印象 崔增财 你我有印象 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崔增财当时多大岁数啊 那时候十二岁 现在呢 十六岁了 十六岁了 十六岁了我的天呐 崔增财是我们全年少儿组金奖的获得者啊 对对对 很不得了的 来 下一位 好小亮啊 大家好 我是好小亮 当年在联春比赛的时候十二岁 今年二十七岁 天哪 这是老选手啊 我们五年历史争霸赛赛赢奖的获得者啊 下一位 一天 一天 我都会灵箭一外套 在他上 上脚的修行一说 朱续光 啊 刚才第一次来打来多大了 嗯 还和他差不多八岁 八岁 今年朱续光已经 今年二十四岁 哎 在我们今年七月六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国玉剧百团争霸的总决赛中 我们朱续光获得了中国玉剧十之大新兴的荣誉啊 现在已经是我们玉剧舞台上的后起之秀了 大家好 我叫胡红波 去年三十一岁了 第一次到黎元春打猎的时候多大 十六岁 红波现在已经是败在了申小梅老师的门下 传承中我们的身派艺术 获得过我们第六届河南省青年演员大赛金奖的第一名啊 啊 我们的小圆圆 还有舞台上的黎元春的这些小明星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啊 都是王熙玲艺术学校的学生 我的天哪 所以这都是师兄师姐 对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这个小朋友真厉害 来演戏师兄师姐给配戏 关键最重要的是我们著名的表演艺术家王熙玲老师 還在下门给把场 咱们把王老师请上来好不好 是他们的校长啊 来有请王老师 王小长 王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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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到自己的学生在舞台上比赛 那没有比什么更让校长高兴的了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我看到孩子们哥哥撑菜 我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 现在我们反了去十几年 培养了三千多名 优秀的艺术工作者 从事到咱们全国 各大艺术演叹 优得称为团章 优得称为令仙主演 都取得了犹豫的成绩 我觉得太高兴了 王老师我听了您这话 有毛病啊 你说了这么多 你就没提到一个人 谁啊 王老师你忘了我了吗 我是您众多弟子当中 当年最早认识您的 一个校外弟子 什么情况啊 我跟你说 当年那会儿我还在西校上学 王老师那会儿一出风流才子 红遍整个北京啊 京剧界 平剧界 河北邦子界 都追着看王老师节目 我那会儿才十几岁 王老师在北京演多少场 我在后头跟着多少场 最后还专门跑到 王老师的宿舍 去跟王老师学戏 我是王老师唯一一位 校外外剧种弟子 哦 怪不得呢 我觉得你在舞台上这么风流潇洒 我跟你讲 之所以在这个男主持界舞台上 这么风流潇洒 那都是继承了王派艺术 我跟你讲 哎呦 太棒了 我们掌声送给中国主持界的第一风流台 谢谢 谢谢 哎呀 所以今天王老师能在这儿 我们都觉得特别开心 而且呢我们一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特别希望在这现场让王老师带着这么多学生 跟我们现场唱一段怎么样 要不要 你好 好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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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写写中宋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棒啊 好 谢谢王老师 老师 今年已经72岁高龄了 你看在舞台上的一朝一室 还是那样行云流水风流如雅 真不愧是中原第一小风 在我们河南有这样一句话 就说 有戏曲剧团的地方 就有王熙玲艺术学校的地位商 谢谢王老师 为我们培养这么多的艺术人才 真的祝福王老师健康长寿 祝福王老师滔离满天下 谢谢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王老师 谢谢 今天的一切啊 都是为了给我们那个 王熙玲艺术学校的小学生 我们圆圆来拉票 这个小丫头声枪 声音的音质非常好 也挺会唱 你是个苗子 很好的这个学习这个戏曲 将来站在舞台的这个中间的时候 你也会成为王老师一样 九儿 除了震撼以外 我觉得是感动 就是 这是舞台上这几代人 你看从王老师这几代人到娃娃 这应该是我们王熙玲老师 在戏曲艺术和传承教育上的 这样的一个履历表 更是我们戏曲传承的一个履历表 我更觉得是我们黎元春的一个履历表 你看看刚才有一个镜头 就是资料镜头 是哪个孩子我忘了 你看看我们乐队老师的头部还都是黑的 就是有他们的一个一闪 就突然间就特别感动 就是赵老师他们这些 你看现在这老师们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了 你就可见 这个是乐队 它也是我们黎元春的一个品牌啊 就黎元春这个舞台应该这么多年 31岁的最大的刚才学生是吧 我没有记错的话 31岁吧 16年前的娃娃的一个金奖类主 到今天这个娃娃再一茬一茬一茬 在黎元春舞台上 通过这个舞台上扎根成长开花结果 这就是黎元春的功效 黎元春的功劳 那么这里边也包含着很多 像王熙玲老师这样老艺术家 第一是对黎元春这个栏目的支持 我觉得更多的是对我们戏技艺术的传承 发展和教育的一种支持 和一种自觉践行 我觉得这一点王熙玲老师做得很棒 所以刚才您那个 我简直看入迷了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觉得 根本不像70多岁的老人家了 潇洒 风流气躺 这简直是这才是颜值登场 接下来我们要请 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 为我们的媛媛来打分了 这样我们肯定要请我们的校长 来给我们发号示令 请大家来打分 来 王校长 黄老师 好 诸位朋友们 请为我们的萧媛媛 打分吧 请打分 三百六十九分 好 朋友们 接下来到了我们现场 抽奖的时间了 三 二 一 停 您要过的 今天要提醒电视机的观众朋友 一边看电视 一边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参与我们的摇一摇互动环节 我们为您准备都有礼品 祝您好运 朋友们 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五位选手 现场观众打分的排名 好 我们来看看排名情况 排在第一位的是 郭慧娟 三百九十八分 直接晋级 祝贺你 慧娟 我们舞台上还有四位选手 接下来我们要叠加 他们场外微信公众号 和李渊春APP上的投票 来 我们叠加场外的分数 好的 现在是场外的情况 现在请叠加我们场内观众打分 叠加之后排名发生了变化 排在第一位的是 李明燕 四百四十六分 祝贺 朋友们 在我们舞台上 还有三位选手 还有一个晋级的名额 这个权利我们要交给现场的三位评委 会推荐哪一位晋级 我们决定要把这一个机会 要投给 我们的小朋友鸡雷 好 祝贺 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 属于我们的小朋友了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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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我们另外两位选手的参议 谢谢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下周同一时间 李渊春将为您播放的是我们 雷响中国2016全国细谜这台赛 初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一见不散